超大尺碼古早味 怎麼大尺碼呢 請我們的小哈 把我們的雞骨拉把它拿起來 雞骨拉呢 我們要挑戰呢 它的長度呢 就跟小哈的身高一樣 身高耶 小哈你身高多高啊 差不多200 兩位有信心嗎 很容易啊 這兩位都很輕鬆吧 籃子和蓋飯 新鮮的蚵仔放在上面 然後加滷肉飯這樣 對 你覺得這兩位LADY可以吃幾碗 兩三碗就差不多 我們來差500塊 我賭他們可以吃五碗 怎麼可能 還假的 不用這樣 還假的 不用 不期待 看到我們這個生活的背景 就知道我們在基隆了 這是仁愛夜市對不對 仁愛市場 仁愛市場 本人是沒有來過 妳有來過嗎 沒有 沒有 那妳有來過嗎 我們常來這裡的 可不可以稍微介紹一下這邊的 這裡看起來就是很 比較老舊的那種傳統市場 是 它二樓很多隱藏版的那個美食 都在附上 我們今天主題 搞不好就有機會來這邊造訪 但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也是非常重量級的 然後我們由最愛產生歡迎 叉笑 終於 你終於來了 終於要傳我們這個節目開播 我就想說什麼時候要找我了 終於來了 你知道在綜藝圈裡面 如果要說大胃網吃最多的 我算當然不讓 當然跟他們比不上 對不起 是不是 你可以扶一下我的脖子嗎 怎麼了 什麼 我頸椎好痠 沒事... 太久沒... 我們太久沒見面了嘛 身高200公分 差不多... 對不對 現在是台皮的經理 對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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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台皮 台皮籃球隊 台皮籃球隊 大家真的要好好來支持一下 我們的T1 謝謝 T1聯盟 歡迎我們的小孩 我們今天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好 今天的主題就是 基隆大尺碼 古早味挑戰 大尺碼就是給你了 對 你有吃過什麼東西是大尺碼的嗎 有很多 譬如說 我吃過這麼大的漢堡 對他們來說會非常普通 這麼大的 你幹嘛有點不屑的樣子 跟枕頭山一樣大的漢堡 很大 對啊 在哪裡 台北嗎還是 在板橋 板橋 然後它限你一個小時一定要吃完 我都沒辦法挑戰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到底我們今天要挑戰的 大尺碼古早味是什麼呢 我們第一站馬上出發 GO GO 好 第一站我們就要去吃一個古早味了 這個地方應該大家都很熟悉吧 正濱漁港 彩虹屋 彩色屋 對啊 超美的超美的 對 這邊有一個東西非常非常有名 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來尋找的是 古早味的大尺碼 大尺碼 大尺碼 像我一樣那麼大尺碼 對 古早味 它這個東西有點像魚板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但是它這邊的 它的名字不叫魚板 它叫做 就在這邊 你再說一次 什麼喇 擠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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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就是個鐵通廠吧 不是... 老闆 你們好... 嗨 這個就是擠菇喇嗎 我可以拿起來嗎 我們先聞一下味道 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很香耶 魚漿 魚漿的味道對不對 我剛剛說那個魚板的味道 但是它的香味很濃郁 很濃對不對 這個怎麼好像 好像蛋捲的感覺 它剛燙好就這樣拿 你好厲害 什麼話啦 沒有 它不燙 我這邊用烤的 這邊很適合 老闆 這邊很熱的 對啊 那個齒輪這樣轉 然後它就會這樣轉 自己轉就對了 對 對 健身跑步機就對了 對 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嗎 什麼是齒輪 齒輪是日語的竹輪 竹輪 它是寫竹輪 它是發音是 我們念久了變齒輪了 OK 所以在日本它也是用碳烤就對了 一般都是用瓦斯 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這個 齒輪 但是我們今天挑戰 如果要吃這個尺寸 對你們來說 太簡單了 我們今天 不然是大胃女王嗎 對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大尺碼的 怎麼說 有多大尺碼 有多大 有點期待 待會兒你們就知道了 超大尺碼古早味 什麼大尺碼呢 到底是什麼叫做 我們親我們的小哈 把我們的吉古拉把它拿起來 來 我們今天 來 來 來 我們今天的吉古拉呢 我們要挑戰呢 它的長度呢 就跟小哈的身高一樣 身高耶 小哈的身高多高啊 什麼200 你們可以把吉古拉 綁到200公分 不容易 不然碰到地板 兩位有信心嗎 很容易啊 這對方來說很輕鬆吧 還是今天你來挑戰 沒有 我就不行了 我就是不行了 OK 那我們請我們的愛家 還有我們的語心就位啦 我們就沒有計時了好不好 來 準備 開始 GO 開始 OK 小哈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也有 這個份量就相當好 對 它這樣包真的 有點像蛋捲的感覺 對 它超Q的耶 而且它整個濃縮的那個海味 就開始裡面耶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吃起來 有點像鱈魚香絲的味道耶 對 就是很軟Q的鱈魚香絲的味道 然後它沒有沾任何醬 就很好吃了 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比我們一般吃的竹輪 要薄 對 但是它的那個香味 那個魚的香味 就是多很濃 又很濃 而且老闆這樣烤完之後 還可以聞到它有點淡淡的 那種炭香的味道 有 好吃 因為兩位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我們要直接來問題目了 兩百公分的大尺碼吉古拉 對兩位大胃女王來說 似乎是小菜一碟 於是製作組決定 透過問答遊戲 讓兩位大胃王 進行吉古拉爭霸戰 我們只有三題 答對兩題的人 就可以來決定 自己好像在吃多少 你就是贏家可以再拿對方的 OK 第一題請問 基隆除了有宇都之稱 這宇都大家都知道 還有基隆除了宇都之外 還有下面哪一個別稱 A 台北端 B 台灣北玄關 請搶答1 2 3 OK 愛家 台灣北玄關吧 恭喜答對1分 第二題請我們的小孩來出題 好 來 這題很簡單 超簡單的 這題看誰速度快 請問 太強大了 基隆人常說的吉古拉是什麼 A 竹輪 B 生魚片 請講答 誰先 你比較快 A 答對了 像我們的爺爺 他們以前在吃火鍋 過年吃火鍋 在吉古拉給我一個 因為他們以前有受過日本的教育 所以他們就有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可能有受過日本教育的 阿公那一輩都知道 對 因為他就是日本的竹輪的意思 對... 好 下一筆囉 吃幾筆 第三題請問 在基隆八斗址 將魚煮熟的地方 被稱為什麼地方呢 A 魚房 B 魚鳥 請搶答 愛家 魚房吧 A 妳都不答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第三題 想要說他答錯就是妳的了 不是 不是 妳是新雞人 新雞女 為什麼是魚房 因為我覺得魚寮就是 是放海鮮的 跟那個養殖的 可是煮熟的地方是不是 就是魚房 Fish house Fish house Fish house 魚房 這個意思對不對 恭喜 答對了 答錯 OK 答案是魚寮 好 魚糧是基隆八斗址傳統漁業的一個特色 早年因為缺乏冷凍的設備 漁民會將所有新鮮的漁獲 用水煮的方式 再來加工 然後讓它變成熟食 以方便的可以送到各個城市 大型的批發市場去販售 好 所以答案就是 魚糧 或者是今天什麼 大船立港 太多了 對 沒辦法了 先把三三的 OK 好 恭喜 與心 新雞女竟然獲勝了 新雞女 對 新雞女真的 你雖然沒有答對啦 OK 可是你也算贏好不好 因為他打錯了 他真是剩三條啦 好不好 而且愛家他真的才真正的新星 他一直吃 你看他 他就完全不給 不給雨昕死的 你趕快那隻拿過來 是你的啦 來 小哈利有吃過這個嗎 我有吃過 你有吃過 好吧 其實不瞞您說 我有來拍過這家 真的... 這家好像滿有名的 很有名啊 我反而是第一次來 我一來就覺得這好像是鐵工廠 對啊 我想這哪有東西吃啊 激動人的浪漫 就是拿著這個雞菇拉 然後在這個彩虹屋前面這樣子 散步 恭喜吃完了 現在滿足值應該還不用拿出來吧 大家應該都還沒有飽的感覺吧 沒有耶 應該就一咪咪吧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到下一個 下一個點再來看一下吃什麼 好不好 OK 走 出發 吃完開胃點心及果辣之後 大胃王接著來到基隆仁愛市場 在這條基隆隱藏版美食街裡 大胃王將要挑戰什麼樣的古早味美食呢 現在我們走到南二樓了 二樓了 這邊有很多賣濕的 超多種類 彥均哥 我發現適合你的東西 什麼 紅燒韌帶 紅燒韌帶 剛好你膝蓋韌帶斷了嘛 要不要補一下 對 我沒有韌帶啦 好 斷了沒事 不好笑 不好意思 我認識不好笑 個人十字韌帶已經斷掉了 OK 然後 那邊還有賣衣服或什麼的 這邊就像是那個信義區的地下街的概念 到底我們來到這邊呢 我們今天要挑戰的第二家店呢 的食材是什麼呢 聽說也是很厲害的 而且也是要來排隊的美食 來 就這邊了 來 先來看我們打招呼 什麼 什麼是男子漢蓋飯 男子漢蓋飯就是蚵仔蓋飯 蚵仔 對 蚵仔放在滷肉飯上面 對 吃完就變男子漢 男子漢 蓋弱的男人都讓你變男子漢 對 所以來這邊吃的時候可能會這樣子 對 吃完會不會這樣子 超生猛的男子漢蓋飯 大胃王能吃得了多少呢 男子漢蓋飯 這個 它就是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把這個 很新鮮的蚵仔放在上面 然後加滷肉飯這樣 對 然後就點那些油蔥酥 它更猛的 其實感覺現在很簡單 但是它是非常的細節 感覺就很厲害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它是很新鮮 那如果不新鮮啊 它那個糖糖水水 一到飯裡面 整鍋飯都不夠吃了 對 完蛋了 好 我們現在來量一下它的重量 空碗 335克 好的 然後我們來量一下喔 這個已經放滿了 要減掉335喔 820克 820-335 485 485 對... 來這邊 我們這邊是一個 485 好的 這一碗是485 幾乎500克的 對 幾乎500克 對 幾乎500克 就你覺得這兩位LADY可以吃 幾碗 兩三碗就差不多了 這樣好不好 怎樣... 我跟你岔 你怎麼岔 我們來岔500塊 你兩三碗喔 好 那三碗 我煮他們可以吃五碗 怎麼可能 因為我才認識他們 那不然這樣子 你岔五碗 我岔四碗 如果4.5碗的話就算 4.5碗算你贏啦 好啦 我跟你講 4碗半以上就算5碗 四乘五入啦 好... 好不好 四乘五入 好... 500塊 好 那我們的... 你最近是不是日子比較那個 你怎麼這個都要賺 對啊 我要什麼都要評一下 什麼都要評一下 好不好 然後我們的製作單位有說 如果兩位如果挑戰五碗的話 我們會有優勢 OK 30分鐘 計時 開始 我跟你說喔 你不能一直跟他們聊天啦 你不能一直跟他們聊天啦 好啦... 不能聊天 好啦... 不過你們可以稍微 來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感覺 好不好 鵝啊很飽滿耶 是 鵝啊入口就是 它就掛開 然後好像鮮的味道出來 它加上酸菜這樣微和感 加起來還有層次 你有生命力了 會在一起 你有生命力了 你剛剛講不是人在講的話 你剛剛說什麼 微和感嗎 沒有微和感 厲害... 我剛剛吃的第一顆鵝啊 它就噴汁了 表示說它真的非常的新鮮 你的醫生有說 你可以吃餓嗎 我的醫生說盡量不要吃 但我通常也不理醫生的啦 我看你明天膝蓋會痛 沒關係 這是明天的事 我們活在當下 愛家已經快吃完一碗了 所以他們只要差不多4點五碗 我就淨賺500塊了 對... 他也快吃一半了 愛家一碗已經快吃完了 天啊 才過一分多鐘而已 超扯的啦 我想請問一下吳老闆 一般都已經吃完一碗了 你有看過中文會吃的人嗎 太誇張了 太扯了對不對 而且你的一碗快500克耶 對啊 老闆 你們這邊有沒有 我們最多 你們客人來最多吃多大碗 就這樣吧 沒有耶 大概就是... 正常大概兩三碗吧 老闆 續碗... 續碗... 我們在這邊跟老闆講 他們這邊位置的是在二樓的 A6... 6263 他以前是A7嘛 對...之前是A7 小攤子 對 然後聽說很多女生來說 為什麼男生有專屬 沒有女生的 女生專屬的是什麼 女生蝦扯蛋 蝦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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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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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跟我們幾個 蝦蝦蝦蝦嗎 我們試試看 好 沒問題一點點 我們也想要蝦扯蛋了 好 沒問題 謝謝老闆... 這是他們的蝦蝦扯蛋 這是... 這是女生版的女生版 漂亮喔 我們兩個慢慢悠閒的 來嘗試一下 好... 語心第二碗 好 Let's go 時間只過了3分鐘 你們那麼認真 彥均哥不會分錢給你們 你們不要傻傻 我會喔... 所以你們講好了對不對 小準備500塊新台幣要飛掉了 這個一定要一口 一口有滷肉也有 蝦蝦 蝦蝦 老闆是滷肉飯幾家 那滷肉飯不用講 那滷肉就是肥瘦適中 然後冰糖就是黏黏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們的蚵仔新鮮到 完全沒有腥味 而且咬下去 每一顆就像粒粒分明的珍珠一樣 在你嘴巴裡面這樣化開 我們現在開講第三碗了 艾佳剛剛兩碗是Oder飯 接下來第三碗 男子漢麵 它的麵是算... 異麵嗎 異麵... 它麵是異麵 所以有點粗度 我覺得還蠻Q的 然後配上他們的肉粥 我覺得它的肉粥就是 帶點肥肉好好吃喔 我覺得啊 還有這一塊蘿蔔 就非常的古早味耶 真的 語心第二碗結束了 語心第三碗也是麵了對不對 好 請上 現在小哈一碗也吃完了 你第二碗要吃什麼 來...這邊有菜單 等一下 我現在膝蓋有點酸酸的 我們有酸的胃靈服 我先問一下這邊有沒有電梯好 不然等一下沒辦法嚇到我 還是你下一碗你就可以把藥 拿在上面 你倒是蠻會開玩笑的 你慢慢吃啦你 你吃麵幹嘛用湯匙啊 我沒有吃完啦 比較快 語心不急喔 語心慢慢來 時間過了8分鐘 你是一個名字 你這個叫做女生 愛家庭湯碗最後一口 好 好厲害喔 要這樣... 不用... 不急啦 不用急啦 然後他這碗吃完之後 下一碗再一半他就達成了 那就換他了 沒有 我現在把希望 怎麼趕在語心 還是我給我換位子 你給他壓力 語心第三碗結束 拜託第四碗 哪有牛蔥酥沒吃完呢 你還有牛蔥酥 醬料不算啦 好 吃不完是不是 第四碗的麵 難怪吃耶 加油 第五碗愛家 這也是麵嗎 愛家你知道 你現在已經吃掉了半個 東石的蚵仔的那個 慘量你知道嗎 誇張啊 真的啦 他們幾個大胃女王 有沒有自己會 自己比來比去 他們私下心絕超重的啊 他們真的假的 坐車不坐同一台車 講話 他們私下都不講話了 而且我們每次要理會啊 都只能個人 理個人 兩個不能一起理 難怪剛剛我看 愛家要跟語心講什麼 語心講好... 我怎麼去就翻白了 沒錯 而且錄影的時候啊 只要他講一句話 他就會說 為什麼我剛剛講話 不給我講 他要吃 天啊 語心第四碗結束了 語心第五碗吃上 你吃飯嗎 麵 愛家第五碗結束 OK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幾分鐘 時間還有13分鐘 現在已經吃完第五碗了 老闆 胡老闆 再借問一下 17分鐘吃掉五碗 你應該大開眼界吧 對... 很厲害... 老闆 那你們有沒有更厲害的東西 可以拿來就是給我們 bonus一下 薑品 也愛家 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我們台灣東北的後收 台灣抽跟印尼抽吃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 它口感比較脆 比較甜 我不信 真的... 我不信 可能... 不可能 我不信 不可能 我也不信 除非你弄三盤來 四碗... 四碗... 好 沒問題 謝謝老闆... 謝謝... 東北抽來了 東北抽 而且你懂吃一吃就先吃尾巴 最脆的 這裡要撒一點檸檬 很甜脆耶 很甜脆耶 真的嗎 跟你之前一天到晚吃的印尼抽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有些... 有些它不新鮮吃起來 吃到後面會有點像橡皮筋一樣 你咬不爛 然後越咀嚼它最後沒有甜味 只剩下一團肉在那邊 它不會 它咬下去 它就是那種很脆裂的那種感覺 然後老闆還加這個七味粉 很提味 非常好吃 很羨慕住在港都的朋友 對 沒錯 對不對 都有這種最新鮮的 最新鮮的鮮甜吃 還有8分鐘 小哈你還有8分鐘的時間 與其這一口吃下去 我的目測已經超過了4.5碗 好啦 其實已經超過了啦 真的厲害 謝謝小哈 太棒了 我們下午茶有著落了 好 允昕第五碗快吃完了 太厲害了 最後一口 挑戰成功 時間還有6分鐘 我們兩位大位王挑戰 男子和蓋飯 十碗成功 恭喜郭彥均獲得500塊錢 兩位大位王獲得台灣的東北抽 東北抽 吃一下感覺 好燙喔 還剛剛燙起來了 穿... 還在 它是有在烤過啊 感覺怎麼樣 好像雞肉的嫩嫩 像雞肉的嫩嫩 嫩嫩 就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剛剛這一碗 我也吃掉了80% 對 加上剛剛的小點心 差不多是三層好不好 三層 再多一點好了 四層好了 四層飽了 OK 小哈呢 我大概三層 對 三層三層 我們是正常人 艾家 四層 五碗你才四層 而且他還要吃200公分的雞骨蘭 對 可是雞骨蘭比較五感 雨昕 4.5 4.5啊 你看起來好像有點擋不住耶 我真的... 我擋不住 你還擋得住 我擋不住 OK 吃了五碗了... 然後在東北蔥 然後剛剛又吃200公分的雞骨 現在目前的戰績是這樣 飽足值是這樣這樣子 好不好吃 下次我們如果沒有錄影頭 我們再自己來造訪好不好 OK 接下來下一家 走 好飽... 真的 現在這個時候 就像是我們比賽的中場休息 籃球上下半場 你們中場休息在休息室 是在幹嘛的 就是如果打不好的話 就進去罵球員 罵球員 對 如果打得好了 打得炸就好 繼續... 就這樣 那有人在休息室中會吵架嗎 有...也會有... 也有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拍休息室的話 搞不好收拾一下 其實滿好看的 對不對 砸椅子啊 裡面會吵架 在裡面還會 兩個拳打架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就等短15分鐘也會打架 也會打...很快 OK 可是我們今天的中場休息室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沒有... 我們今天中場休息室 也是比較平衡一點 今天有一家的店 非常的厲害 聽說他們的茶泡飯 非常有名 茶泡飯 對 而且它裡面的海鮮 是用北海道的海鮮 對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享受一下 我們美味的下午茶時間 好耶 我們今天的下午茶 我們這邊的中場休息 不檢討... 日子更好而已 好不好 OK 來吧 好喜歡這樣的中場休息 大胃王的中場休息 理所當然是繼續吃 來到這間海岸邊文青的小店 在悠閒的海港氣息中 輕鬆享用日式的古早味料理 茶泡飯 中場休息 你們的中場休息 比我們的好像很多 你們這樣... 我們中場休息也會吃東西 你們中間是... 你們休息室有什麼東西 會...可能吃一些香蕉、巧克力 這種快速補充熱量的東西 對... OK... 這個比我們的中場就習慣超 這個很厲害喔 它這個鮭魚卵是北海道來的喔 而且它這是特殊醃製的鮑魚 大家來吃吃看 來... 這個就不比賽了喔 各位 好 吃氣味... 漂亮... 真的太久沒有出國了 對 好想念... 把這個鮭魚卵拿起來 我就聞到北海道的味道了 濃濃的海味 這個鮑魚聞起來就好像... 好捨不得吃... 好捨不得吃 什麼感覺 嚇他 很鮮耶 鮮 而且我除了鮑魚出來 還吃到有一點點類似這樣 好像是它... 有點它那內臟的感覺 是 它散發出來是 更濃縮的一個鮮味 吃起來又Q又脆 然後那個鮮味又不得了 其實我們來到這家店 其實我們也是找滿久的 然後因為其實在鎮蜜魚港 這個彩虹屋這邊有很多家店 它都是每家店都很有特色 而且這一家店 我覺得為什麼要來呢 因為這邊除了主食很厲害之外 他們的配菜也很厲害 他們是用 他們是請友善小農去種出來的 所以吃起來是特別特別的健康 而且又新鮮 真的 所以老闆在每個時間 每個食材每個細節都非常講究 而且它的飯現在也有光亮 然後我覺得就是 因為到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來到魚港邊吃東西 會很冷的感覺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就面對著 我們的基隆港 對 其實它這邊在冬天的時候 它有一些鍋物可以吃 然後還有這個炒泡飯 吃起來會讓我們很溫暖 在夏天的時候 它又有很療癒系的那種 所以在這邊甚至季節性的食材 這邊都有對不對 艾佳如何 我覺得超棒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鮑魚 它滷得很入味又不會太硬 然後很Q 然後我覺得最棒的是坐著 然後看台 對 吹著海風 然後其實熱熱的 對 它這個鮑魚的滷汁香 完全不會蓋掉它的鮑魚 原來是有應該的那個 海鮮的鹹味 味道 很棒 大家來基隆的時候 最常就是基隆夜市 不妨有時候 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其實這邊很多巷弄之間 其實都很好看 很悠閒 對 很悠閒 你們有沒有去浪漫的 就是約會之前 或是自己先填飽肚子在做 不會 要先吃三個便當 先把這個壓位 三個便當 我吃完再出門 三個便當連飯都會吃完嗎 會啊 會 不知不覺 愛家已經全部吃完了 中場休息 來 分數統計一下 來 剛剛吃完蚵仔飯 我現在又吃了茶泡飯 好飽喔 因為我剛剛蚵仔飯其實吃滿多的 差不多已經七成了 你剛剛蚵仔飯吃 滿多的 滿多的啦 四分之三碗 你吃得完了 滿多的 幾成了 一點點 所以你湯泡飯對來說 沒有任何負擔就對了 要加呢 加一吧 加一 我兩個人差不多 小花呢 我大概比... 我差不多五成啦 你也五成了 五成啦 好 你五成我差不多六成了啦 差不多了 OK 可是你直面吃不要說 你們剛剛蚵仔飯你們吃五碗 你們吃五碗 或是吃一碗耶 對 然後差不多 喂 你還好 你也寶棍了對不對 不要倒... 不要混淆到屍體好不好 OK OK 中場休息結束 下一關 走 下半場開始吃 大瓷馬古草味 接下來我們要吃 聽說已經飄香40年了 而且也是要選回 因為基隆來到這邊呢 在地一定要吃個十大名店之一 什麼家耶 你只要搜尋 他就一定會出現這家店 其實這家店我不是很熟 但是艾家非常非常熟 你看社交平台上他的店名 就會跳出很多人分享他的照片 而且這40年來 飄香都在這條巷子裡面 一定要航啊來就對了 而且這家店 好像以前是從小店 小攤子 小攤子 開成一家店 對 是不是 而且裡面有很多種拼法對不對 來... 來照顧一下 天天鮮排骨飯 真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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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來 對他講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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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來 來 網路上大推的神祕餐廳 老饕內行人 才懂得古早味美食 究竟會是什麼呢 飄香了40年 他們這40年賣都說 很簡單 還有排骨 魚排 雞腿 還有蝦仁 然後很多老套來這邊 都會雙拼 譬如說 像我這個就是蝦仁拼排骨 然後它還有這個半身熟的 這個很傳統的這個荷包蛋 是不是 但是今天我們到了要挑戰的是 四拼 四拼就是所有東西都有了 所有套餐都有了 蝦仁 排骨 魚排 還有雞腿 然後還有千年不變 萬年不改的高麗菜還有酸菜 古早餅 你怎麼了 是我被震撼頭 為什麼 因為我一進來 我就看到這個大小 我已經嚇跳跳了 然後我在看到愛家 剛剛很興奮的在摩拳擦掌 我沒辦法解釋 這樣子 因為他們剛剛又吃了 午晚的那個鵝仔飯 鵝飯 鵝飯 茶泡飯 現在又是重盒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有多重 空盤子 0.95 差不多一公斤 快一公斤 快一公斤 好 四拼 2535克 1585克 一公斤半 差不多1.6 1.6公斤了 1.6公斤 你覺得他們多久可以吃 我不要再預測了 爸... 好 來 我還是要再跟你回家 我幫他拗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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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同時兩個都... 等一下喔 這次兩個要吃光 對 你覺得多久時間 差不多 以他們剛剛的速度 20分鐘 20分鐘 好 我25分 25分 因為他們剛剛有吃飯多了 看誰最接近就對了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不對耶 對啊 我25比20才對 因為你要對他們比較有信心啊 我對他們比較沒信心啊 好 OK 對不對 20喔 拜託 20你20我25 好 OK 30分鐘計時 開始 開始 好 這不可能吃得完吧 30分鐘計時 開始 好 這不可能吃得完吧 我是吃得下來 我這一碗我OK的啊 因為看起來真的好好吃 而且好香啊 喔 但他豆好好濃 艾佳厲害喔 艾佳直接把蛋黃給攪碎了 直接先吃蛋 趕快去吃 艾佳一個嗎 看你的感覺 怎麼樣 艾佳 我覺得他皮 有裹一份薄薄的粉 然後咬下去是脆脆的 是 然後咬下去是脆脆的 是 超好吃的喔 真的是古早味 那是那家人 而且家人好大的 都爆炭 我跟你講 小翰 懷念都會遇到 懷念 他這個真的是古早味 而且他這個粉 只有一點點 所以他那個肉感是很酥 然後你就會 而且我剛剛吃的時候 我就想到高中的時候 帶著馬子去吃一個 這樣的一個排骨飯 然後玩了一口去看電影 除了古早味 還有戀愛的感覺 初戀的滋味 初戀的滋味 這個蛋半熟蛋 這個是真的是功力 你知道嗎 來...看一下喔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趕快 來拔一口飯 跟拔一口它的料在裡面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味道 那種家裡的味道 就是如此的簡單 感覺好像在外面外食久了以後 你反而要追尋這種 在家的這種傳統的味道 反而是越來越難了 對 而且我覺得它酸菜好古早味喔 對 它是帶甜在那種 然後配飯好好吃中 它那個酸菜咬下去的時候 它是會出汁的 對 然後酸完之後 它慢慢會變成一種甜味 這酸菜很重要... 這酸菜很重要 這酸菜很重要 愛家已經開始在白飯了 然後26分鐘還有26分 而且我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蝦仁是有一種Q味的 而且它蝦仁炸完之後 它完全沒有腥味之外 老闆是不是還有加一種 醬在上面對不對 甜辣... 又很甜甜的對不對 甜甜辣辣的感覺 甜甜辣辣的感覺 來... 可以這樣一個半熟菜嗎 可以... 我也要吃 然後我還要很... 我還要酸菜 我也要酸菜 你幹嘛運著發龍耶 套一句 好吃耶 不會以為你們 牧村都在說過 有說過 那一定會說過這句話嘛 加兩顆蛋 加兩顆蛋 喂 不會有外差耶 你不舉 你慢慢來啦 謝謝 來... 套一句 周潤發說過的話 周潤發說過什麼話 好美啦 來啊... 來啊... 要這樣是不是 來啊 套一句 金證 你講過這句話 好好吃喔 太舒服 你知道是當王天是不是啦 你關於什麼自然 你... 你... 我覺得... 舒服 欸... 不是 我在吃這樣 我剛剛... 你還把這個已經吃了一半了耶 你還把再加... 這個味噌湯跟中午湯才10塊而已耶 那可你加一個味噌湯嗎 味噌湯 味噌湯 我也加個味噌湯 老闆 吃一個味噌湯 謝謝 你們的味噌湯才10塊喔 對啊 佛心價 要這樣 你等一下 你等味噌湯啦 不等... 你等一下啦 不等... 慢慢吃 不要急 沒有... 我開始了 謝謝... 10塊了 還有19分鐘 加油... 愛家你把白飯全部吃光了 所以你是先吃白飯 然後等一下再吃肉就對了 對 蝦仁你也吃光了 對 這樣 如果以後你兒子長大以後啊 他女朋友是這樣 那我會聽到他一定要用心的 呵護他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 多賺一點錢的話 那我會勸他放棄這段愛情 或是你要準備很多遺產 沒有... 對... 那就是我用心賺錢 我喜歡賺錢 我給你... 他的雞腿很像 因為他本身就是整個到... 咬那個酥脆感 但是他又不是很厚耶 對耶 你會覺得很真心 沒有厚重感 我會聽 而且就口感就很好 我好喜歡酥脆的 真的 這個... 滷汁 我跟你講 勝敗就在滷汁跟酸菜了啦 你是以為滷汁當成大骨湯 就要拿這個也太多了 15分鐘 16分了 2.5公斤 加這裡差不多1.6 其實已經超過4千 4千多了 還有剛剛的那個茶泡飯 至少4.5公斤的 所以今天你們至少吃 超過5公斤的食物 然後還有湯... 還有湯 還有湯 還有剛剛中場休息 那個沒有霧的時候 他們喝了三杯手要沒有 對 哇塞 你們今天已經超過5公斤了 這個吧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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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雨昕融了滷汁跟酸菜之後 速度也變快 對 它速度也加快了 艾佳快吃完了 艾佳的最後一禮錄了 艾佳如果現在老闆說 再送你一碗吃得下 這個 這個你吃得下 還可以嗎 小碗的 小碗的 那如果是雙聽呢 可以啊 就是這個的一半 這個的一半你現在吃得完 應該可以喔 這個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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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魚排跟蝦 魚排 跟蝦 好可怕 請問我有榮幸可以摸一下你的肚子嗎 可以啊 沒有 有鼓舞的嗎 平的 沒有 平的 側面... 我們看一下側面 你看我的 我的 怎麼會... 7分51秒 所以現在已經走了22分鐘了 走 最後30秒 好 現在走了22分鐘了 所以完 那我輸了 我贏了 那我輸了 但沒關係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我們兩個 宿靈的問題 對 這完全是一個尊敬 魚欣也好厲害喔 而且其實我覺得像它吃得慢的人 因為我們都知道吃得快 你就吃得多 對 它吃得滿... 就是實實在在 扎扎實實地很快 對 又來了 人類戰勝食物的一刻 這個也是一碗了吧 這沒有半碗耶 第二回合 剛好1800啊 1800 老闆撐得好準喔 很準耶 老闆撐得好準喔 他就是剛剛真的剛好一半 剛好一半耶 老闆好厲害喔 剛好一半耶 1分53秒 加油 OK啦 魚欣因為剛剛沒問題 魚欣也吃完了啦 也差不多了 他還追加豬骨湯了 也肯完了 魚欣即將完成 但是要瞬間吃完半碗 對啊 你好厲害 是不是滷汁來了 滷汁來了之後 就瞬間吃完 滷汁很大作用對不對 因為他 裡面的那個肉 跟那個飯融是在一起的 吃起來就更好吃 完成 停止 還有42秒的時間 OK 很厲害 天啊 好大眼熟喔 我想帶我全隊來看表演 好厲害 還是你們T1的中場休息 就比這個 就表演這個 15分鐘剛剛好 你就可以15分鐘 對 找現場 現場他們就一個人 然後現場可能找10位觀眾 來跟他們PK 好耶 好 可是我怕這樣子 大家真的以後 只想看他們比賽 不想看我們比賽 不會啊 不會 太精采了 你是不是消化時間很快啊 消化超快的 裡面有那種超強的強酸的 你是... 對... 人類... 他肚子是平的啊 我剛剛摸到他肚子是平的啊 人類的坑莫多隆 對啊 太強了 吃完了 你今天等於吃6拚耶 6拚 他們兩個等於吃了10拚了 這個 大家可以笑嗎 最後半片的魚排 不... 完成 滿足值大跳槽 不用看啦 我怎麼吃不下了 我已經9分了啦 小哈咧 我大概也有8分了 因為你剛剛也是那整碗的蝦人了 對 我也有去整碗啊 愛家啊 9分 你也9分啊 我終於... 你終於有點飽了喔 我已經到9分了 Lady 要怎麼這樣子 你也一半了 7分了 他只有這樣子 開玩笑 因為其實剛剛他有說 他還想再吃 他剛剛還想再吃 可是我說... 因為我們還要拍別人了 所以他就先這樣 OK 還不錯啦 好不好吃 好吃 下次我們再來造訪好不好 好 我們跟阿姨說謝謝 謝謝阿姨 謝謝 我們下次再來啦 下次再來喔 不要忘...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趕緊下一家店喔 走囉 走 大尺碼的大胃王比賽 今天其實吃得非常非常開心 真的厲害 而且這一趟來 你有沒有覺得對基隆的美食 又有新的一個認識 有 因為你原本以為都是只有晚上很熱 那就是基隆 也是啦 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個甜點 也是很厲害的 聽說也沒有什麼人來拍過 我個人也覺得很酷 因為它叫做咸鹹甜甜 咸鹹甜甜 看起來文青耶 沒錯... 瞎鹹甜甜... 天甜鹹甜甜甜的 哇 來到古色古香的復古甜甜店 就是古早味挑戰的最後一站 大胃女王的甜甜獎勵 會是什麼樣的古早味呢 這店真的很奇怪 看你不要拿我去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不好看 人心無多 它上面好復古喔 老宅耶 摩石子路耶 摩石子的牆壁耶 甜點時刻 西隆人的浪漫在這邊啦 進來以後你會發現說 這家店甜點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很舒服 很像在家的感覺 老家 老家 對 有想到蛤蟆的感覺對不對 對 尤其在後面那個摩石子 對啊 而且很棒的是你看喔 它把生日蛋糕變成迷你版的 因為它以前古早味的蛋糕 就是布丁 鮮奶油 還有水果 然後還有蛋糕底 但是以前蛋糕 因為以前人多嘛 這個蛋糕吃個12吋的 有沒有 切一些大堆可以吃 但是現在因為人口比較少 所以它把這個生日蛋糕 變成迷你版的 而且一個蛋糕一個生日 你可以吃好多種口味 但是老闆今天給我們的口味是 草莓還有芒果菇 最中時的啦 好不好 我跟小孩一人吃一個口味 然後你們各兩顆 但是我們這邊有個題目 贏的人可以選三個蛋糕 好帥 所以輸的人只剩下一個可以選 只能吃到一個口味 能吃一個口味 好 第一題 請問有時候我們在餐盤上面 有看到大蝦子的圖案 大蝦子之後它有什麼含義呢 A 感謝的意思 B 健康的意思 想答1 2 3 大家 感謝 恭喜 答對了 好帥喔 好帥喔 餐盤上面呢 蝦子呢就代表豐盛的意思 也因為蝦子很多喔 所以就是我們台語的 金多蝦的意思 金多蝦啊 金多蝦啊 竹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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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那種諧音的感覺 真的是 節奏的感覺 真的 第二題 答案 西隆廟口夜市的廟是哪一間 第二題 答案 西隆廟口夜市的廟是哪一間 A 慶安宮 B 奠季宮 請出來 慶安宮 所以你的答案是A 慶安宮嗎 對嘛 答對不是 恭喜 答案是奠季宮 因為呢 基隆廟口夜市的歷史呢 可以追溯到日治時代的末期 當時呢 香火鼎盛的奠季宮 若意不絕的香客 漁民也為此地帶來了 繁榮行選 行程如今知名的百年夜市 來… 你選一個嗎 不是你選 是愛家選 是愛家贏 愛家贏 好殘酷 你喜歡草莓是不是 天啊 Yeah 恭喜吃三個山山膏 你就是一個 那你就只能吃甩啊 呀 沒關係 OK 開動 他開不出來很快 你還算嗎 我騙方那種 鮮奶油夾在中間那樣吃 那吃 它有點檸檬果蛋糕味 但我覺得最厲害是它布丁 它布丁真的很 很厲害 很厲害 它是奶的感覺 對 它入口整個化掉 它不是古早味布丁 它的布丁有點介於奶酪的感覺 好古早味 這個組合很優秀 因為它的鮮農水果 它是完全新鮮的水果 是 所以它不是那種 不會很甜 對不對 它那個水果的香 是 它三樣主角都沒有很甜 所以也不會互相搶戲的感覺 依照每個時令 然後呢 會用那個最新鮮的水果 最朵席的水果 所以大家來這邊吃呢 你每一個月份的來這邊過生日 都可以吃到最新鮮的水果 好棒 而且它中間好夾新耶 我覺得好好吃喔 奶油也不膩 今天有沒有很幸福的感覺 而且它布丁的裡面 新奶油也好好吃喔 很好吃 它布丁的很好吃 今天我們生不多家 小愛 你覺得你印象最深刻 誰來的家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當然就是那個 蚵仔的 蚵仔子漢 男子漢 我現在覺得我現在就是個男子漢 剛剛爸爸 不是 男子漢 腳開始痛 男子漢腳開始痛 但是很好吃 那個蚵仔超級新鮮的 真的 真的 艾佳如果妳呢 如果妳自己選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甜點 因為我今天在這種地方 然後看著海景 然後吃著這個甜點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布丁好新鮮 好啦 分享一下啦 分享一下 第一間 第一間是 雞骨啦 雞骨啦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又有單子 就是最難 很簡單 就是那個 簡單的做法 單純 單純 現在是會用最難追求的東西 哦 社會上 他講出社會上 現在最難追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簡單單純 很簡單 原來 不單純 我的天啊 你好高喔 沒有 想啦 現在是你請你們T1的聯盟的 我們球隊 台瓶英雄的 台瓶英雄 可以找我們的先發五的 你們就找五個來跟我們兩個PK 這樣是太糗了吧 沒有 如果你們輸的話就送回紀的套票 送你們套票 對 那送觀眾套票 送觀眾套票沒問題 你的話就不要 不過我覺得你現在 漸漸的往一個老千的方向去 好不好 不過今天這個影響太多了 今天非常謝謝小明星 謝謝 OK 希望下次可以多帶一點球員 來分享我們大會嘛 好不好 來 觀眾朋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